为纪念至圣先师孔子二五七三年诞成 印尼孔教总会在西加省昆殿市 举办了一系列以文会友为主题的纪念活动 其中包括伊斯兰孔夫子座谈会 以及祈祷礼拜仪式等 印尼副总统马鲁夫在讲话中表示 每种宗教所倡导的价值观 都是印尼社会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欢容和温和的价值观是加强兄弟情谊 以及作为国家克服各种挑战和威胁的力量源泉 马鲁夫也强调 印尼政府始终坚持多元和包容的信念 必须维护国家多样性的和谐统一 不应分裂 我经常会在这些训练的行方 在这些训练的行方 在这些训练的行方 印尼孔教总会总主席布迪说 希望本次活动不仅是纪念活动 也希望所有的孔教信徒都应深入欣赏 联听 探讨 学习 以及实行其思想 布迪还说 本次活动主题的其中含义 即为任何宗教都应善用圣书 以培养增强兄弟情义 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主席布迪说 出席活动的西加里曼丹省省长苏塔米吉也表示 根据1965年总统发布的第一号法令规定 印尼共有六个宗教 其中之一便是孔教 希望各宗教间皆能相互尊重 和谐相处 并以多元的宗教种族 为西加的繁荣发展共同努力 除此之外 孔教信徒们也在活动上 共同为国家领导人的健康 及国家的繁荣富强助导 并尽快地从经济衰退中坚强崛起 美都新闻记者张曼曼 纳西尔布达采访报道